年度屏東精品咖啡品建賽事 是屏東縣政府為了要把咖啡留在屏東 鼓勵咖啡農可以自創品牌 以莊園市結合咖啡園區品建賽事 全國首座線上拍賣會場等 打造一八五線道最亮的黑金產業 然後今年由藍雲綠海一舉奪下特等獎 而這個品牌竟然是由一對父子黨所組成 我小孩子對這個咖啡比較有興趣 因為他們都當老師 我叫他繼續升到主任校長 但是他們的興趣不出外那個方向 他說他想對修以後自己有一個工作 所以他向咖啡這一方面去發展 霍优等獎的卓榮華強調自己熱愛咖啡 小時候就常在咖啡園遊戲 近年來孩子也提出想投入咖啡產業念頭 因此以異季品種協助孩子拿到特等獎 異季的特色就是他的花果 他的花果香 柑橘呀荔枝這一類的風味非常的明顯 甜度很高 然後有一個理想吧 就會讓人家覺得想去接觸這個領域 不少獲獎小農強調透過平縣府舉辦評鑑賽事集推廣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自家種植的咖啡 不僅提升知名度也可以透過競賽彼此交流成長 我從103年開始種咖啡 那我在種咖啡之前呢 我是在教補習班的物理化學 那我就想說要用科學的物理化學方式 去改良我們整個咖啡的風味 那我從土壤的活化開始去做研究 先生有舉辦這六屆 我們六屆都有得獎 所以非常多台北知名的莊園 甚至全國最大的連鎖咖啡莊園 都來給我們採買咖啡豆 我們莊園的咖啡豆知名度大增 那也很多人會來找我們交流 通過咖啡評鑑 不僅可以讓大家互相競爭學習 也鑑定自己努力的成果 縣長判斷強調 將結合咖啡園區逐年進化 讓屏東咖啡創意繼續延續拓展 我想屏東咖啡呢 在已經是打搶台灣的品牌 那屏東咖啡呢 我也在我們這幾年的 也在我們這幾年的推動下 屏東咖啡呢 這幾年我們不但是把它農民變成莊園 然後變成一個自創品牌 那我們打集體品牌 就是P咖啡 屏東咖啡 然後再請各個小農以莊園的概念 像紅酒般的經營 自創品牌 然後連同杯子或是相關的包裝設計 那每一年我們會辦理 憲政會辦理這個咖啡豆的 烘焙的評鑑比賽 甚至我們已經培養了非常多的 咖啡的杯測試 甚至也達到國際的認證 透過賽事鼓勵農民提升咖啡生產品質 也為得獎農戶透過比賽 累積更多知名度 未來會以P咖啡品牌持續行銷推廣 為屏東咖啡產業帶來更大商機 屏東新聞部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